欢迎收看3月23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 我是维敏 卷入慕尤丁案件的土著企业大亨塞莫达 日前发表不想和政党扯上关系的文告之后 就继续关注于赚钱这件事 它拥有的MMC机构旗下独资子公司 室乃机场城市私人有限公司 不久前就宣布继续着重开发 位于Rofo-Escandar特区 占地大约1100公顷的室乃机场城综合工业开发项目 以便实现50亿令吉的发展总值目标 此外 MMC机构也宣布 在未来5年内斥资30亿令吉 升级目前的码头包括自动化数字化和其他港口的设施 进一步扩增单容伯勒巴斯港口业务 美国联储局在美国掀起银行危机风波的时候 一如市场预测宣布在深吸25个基点 为态度已经不在鹰派甚至暗示深吸部署已经快结束了 无论如何来自丰融研究和肯纳格研究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联储局5月依然可能再次深吸 但看回马来西亚 他们对国家银行接下来的深吸步伐则是看法不一的 丰融研究维持原本的看法 认为国行今年内将再深吸25个基点 让隔夜政策利率上升到3%的水平 肯纳格研究则相信 OPIA将保持在2.75%的水平 最后来关注手套股的消息 大马7家手套集团的股价 从上周开始就出现气势如虹的表现 虽然离当年的高峰价位还有一段距离 但这一波反弹已经令一些低价进场的投资者畅丰收 其中普遍被分析员畅衰前景的顶级手套 今天就冲上一令吉零二仙 涨了七仙或者是7.37% 高产泥品也同样起了七仙或者是5.38% 报一令吉37仙 赫特加起了五仙或者是2.54% 报二令吉零二仙 而速博马则是涨了3.5仙或者是3.80% 以95.5仙挂收 那么今天的财经 Espesso到此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